曲名單 也可以從那邊下來都可以阿 好痴 這是什麼東西 鼓水 一粒一粒的是什麼 ceu 細那個泡肚 氣泡對不對 青苔會吐空氣 綠色植物的 心合光合作用 答對了 他白手 由於梅雨季剛結束 蒸發池正佈滿著青苔 及密密麻麻的小水泡 這裡是布袋的中南研廠 而帶隊解說的 是嘉義布袋嘴文化協會的 總幹事蔡炯喬 他也是重建中南研廠的催生者 對鹽亭的熱情 可說完全不輸夏季炙熱的教養 兩三度 兩三度 對對喔 像變魔術一般 隨著鲁鋼取水深度不同 波美劑的刻度也跟著浮動 立即吸引孩子們的目光 曬炎曾是布袋早年的風光產業 創造出一段將近200年的白金歲月 不甘心曬炎變成長輩口中的歷史 蔡炯喬與一群夥伴及老研工 努力整建荒廢七年的鹽田 重現產曬文化 也成為學童環境教育的最佳基地 酸酸的 鹹鹹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這種豬不冷 閉嘴菜或者是剛剛那種鹽田 有什麼共同點 都很香 都鹹鹹的酸酸的對不對 然後都有厚厚的葉肉 然後還炒菜不用加鹽對不對 熟得非常好 鹽田其實已經不是純屬在晒鹽 也包含把整個生態 然後還有我們的生活 就是扣緊在一起 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生態 跟我們生產結合 然後賦予它不同的生命 那來到的人 他看到的就會更豐富 從走進鹽田 認識在地的文化產業 到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進而運用鹽 瞬間降溫的科學原理 親手製作好玩又好吃的炒冰 透過五感的真實體驗 希望讓這群新世代的鹽田兒女 可以擁有更深刻的 生命經驗連結 鹽可能在小朋友的印象裡面 就是只有食用品 就是一個生活必需品 是一個調理的東西 可是在這裡他們可以 把一樣東西創造出 他們不一樣的想像 他們就可以回顧說 他們以前所上到的課當中 或是以前他們誰講過的當中 就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歡迎收看真情音台灣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布袋中南鹽廠重建的催生者 也是布袋中文化協會的總幹事 蔡總橋先生 總橋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總橋你是土生土長的布袋人嗎 對 那從小對鹽田的記憶是什麼 我家離鹽田差不多有一公里多 中間會隔一條大海溝這樣子 那小時候呢 我二伯父他是開鹽廠的機關車 所以我曾經坐著機關車去學校上課 那我一個阿姆就是延長的 就是跟著火車的那個女工 親戚朋友 很多人的工作 都是跟曬炎也是有關係的 也許不是直接在鹽田裡 但是卻是在 鹽相關的產業裡面工作 對 那所以當你聽到費曬 你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有點遺憾 可是也不曉得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在地方當記者 唯一能夠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 照相機去拍拍照片 留下美麗的風景 我常常說那時候拍了很多 鹽廠的遺照 這邊看到的照片是 你們當時可能是為了 你說在鹽廠留下一些 圍役 大概在民國九十三 九十四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文健會 跟高雄科工館合作 委託我們來找 這位是我們的那個 洪峭龍老師傅 他會坐風車跟水車 把風車水車做好之後呢 就要送進那個 科工館店廠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心力 然後做好之後 就送進去店廠 太可惜 太可惜了 我沒有說好吧 那我們就把它辦一個 就是跟布袋人說再見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好像是因為這個活動 讓你開始想說 是不是我可以把這個鹽廠 重建起來嗎 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只覺得說 應該有一個 布袋演藝文化園區 然後那時候文健會 有一個產業文化資產 再生的計畫 那他就問我說 太可惜了 那裡要不要坐坐看 我就說 好吧 那就試看看吧 可是重建鹽田 應該是困難重重 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會是在哪裡 它中間廢塞了六七年 那整個土地的土壤 結構都淡化了 那我們再回去的時候 土地太沖 就是海水蓄不住 高的地方水會滲漏 低的地方的那個水會出汗 所以我們底年 根本都沒有辦法塞岩 後來那時候我們就去跟台鹽 買了三百噸的鹽 把它撒回鹽田裡面去 就是土地 把土地重新再醃 養鹽氣培地裡 這些都是你們自己在做 沒有說找什麼建築師來設計 來規劃 可以一步一步怎麼做 我相信一件事情 全台灣沒有一個建築或設計師 他知道怎麼去規劃鹽田 真正的設計師是誰 就是這些老員工 後來我們跟老員工聊了很多次 他說老員工受不了 他說一趟牆 到底你還要說多久 到底你想要做什麼 他們在懷疑我們的決心 那所以後來就 好把那時候先做 做了再說 那時候其實是 在進了鹽田之後 才在那個實際操作的過程裡面 重新去理解 這塊鹽田的個性 然後從它的個性 再去調整我們的鹽田產菜結構 中南原廠的重建過程 大概就是土地公跟老員工 他們教了我們怎麼來重建它 我常說 那個土地公給我們出了三張考卷 第一張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鹽塞不出來怎麼辦 那還好有老員工來解答 來幫忙 對 那第二張考卷是 因為鹽田已經廢塞了六七年之後 那個就到處長了很多草 那水進來 水進來就會有魚對不對 有生態 對 有魚之後又會有鳥來吃魚 它就有一個很好的生態環境 那我們第二張考卷就是說 要如何把人文的產賽 帶回來的時候 又能夠兼顧到這裡的生態環境 第三考卷是那要怎麼講故事 要怎麼把我們對鹽田的認識跟理解 跟更多的人分享 所以我們就要搬活動 搬活動就會接到說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環境教育 我這邊看到的這一罐 有一點灰色帶黑色的鹽 這一罐是2008年2月13號 就是我們回去整件之後 第一次可以產賽出來的鹽 他說我跟老員工說 你一定要讓我來收他 對啊 對 然後那時候就 那時候收了很多 那我他只能放了一小部分 那這一罐就一直放在我的書桌上 就偶爾看著他 警惕自己 告訴自己曾經 有那麼一個凡事起頭難 所以在後來也許在推廣事情上 碰到一些挫折 看到他頓時可能就力量無窮了 不只看他而已 還會再打看然後吃一兩顆 難怪這個量好像是有變少 所以經過這些年 你們當初所想的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目的 是不是都有陸續達到 當初的想法跟現在 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一開始就只覺得說 能夠有一塊鹽田做回來 這樣就好了 第三年可以成賽之後 你就覺得說 那好像應該辦活動 慢慢的我們又把他辦文化活動 然後把它轉型到 做一種文化行動 那行動它是更有目的性的 更有明確的一個方向 所以對這一塊 失而復得的中南鹽田 你們把它定義 有重新定義它嗎 它同時兼具生態 人文 還有產賽等等各方面 我們基本上它是 綜合性的鹽田 我想現在如何把中南鹽田 永續的經營 應該是你目前最首要的 一個目標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再回來聊 一年四季都會有嗎 沒有 到這個季節才會有 不是喔 它等下風日條件夠好的時候 春天可以說是善岩最佳季節 而鹽花這種海水表層 最初的結晶體 是春季特有的鹽 也是蔡種橋為了鹽田 永續發展 嘗試開發的黃金產品 只見它手不停歇 就怕隔天一下雨 就會被老天爺收回去 一顆就好 不是太多 可是那麼好感 鹹鹹的 脆脆的 我印象中很有趣就是 我大概第一次看到它 都覺得真的很好笑 因為就看起來很隨性 然後不拘小一點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 那時候在閒聊聊以前的 就聊說自己以後想做什麼 未來願望 他居然說他以後想到 布袋正的正常 從小在布袋鹽田長大 大學畢業就選擇回家鄉工作 布袋後來果真成為他 施展夢想的舞台 在旁人眼中 蔡永喬始終是個堅持完美 又浪漫的人 而他浪漫的不變對象 就是鹽田 因為他都在鹽田裡面 然後跟老員工閒聊請教 我們自己也會下鹽田工作 因為我們沒有下鹽田工作 沒有辦法跟老員工溝通 我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或者說他在說什麼 我無法理解 或者是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去問出來 所以那陣子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你爸爸大概很少跟你講話 講這麼多 你也很少跟他講這麼多 其實挑野你說要用機械去挑 把裡面的雜質挑出來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 機械是有困難的 他才靠人工 所以讓一天這樣挑下來 挑個二十公斤 三十公斤 那個很傷眼力 這都會揮起來 從紀錄家鄉文史 到重建中南鹽場 他讓鹽田成為一處 展演土地故事的劇場 善言哲學跟著結晶成形 他也不斷重新詮釋文化產業 對生活的意義 而隨著夢想逐漸茁壯 這個一向衝得很快的人 更是慢慢學會了停看聽 我覺得他這幾年慢慢可以知道說 那個衝並不是自己一個人 那有些時候你要等待 等待有時候是要等待那個機會成形 或者說你要去營造那個機會出現 堅持會越來越柔軟 越來越溫柔 這樣的一個溫柔的堅持 其實不是放棄 而是你知道你自己的目標要在哪裡 但是你知道要等時機承受 那時間點可能會拉長 但是效果會更好 從回鄉擔任記者 到後來你成立工作室 最後還成立了協會 那所以返鄉去投入這個 家鄉的文史工作 這是你一開始就有想走的路嗎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那麼的有實面感 就在那個時候 台灣剛才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可以為自己住的地 自己故鄉做一點什麼事情 那要做什麼呢 那當然本身我是記者出身的 做一些奇妙的訪談 寫一些文章 那大概是我擅長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幾個朋友 大概就出了一張 不代表第一張導覽地圖 那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初衷 我中間大概會有一兩 有三四年我去念研究所 我是念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 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文史工作者 而從文史工作會轉型到所謂文化 一路走來這麼多年的時間 我相信你一定碰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一定有很多的助力 那當然我太太太也是很支持我 我們一起做田野調查 因為她也是記者出身的 我們是大學同班同學 回到周蘭園場之後 其實土地公教我們很多事情 包括怎麼去把鹽亭整建起來 然後怎麼去認識這裡的海水土地 季風 陽光等等 我覺得就是人跟大自然之間 怎麼去相處 那我們到第三年一直到現在 每一年我們都在很實際的運作裡面 對這個鹽田多認識一點 那二貴人他就是我們的工作團隊 我們的夥伴 一開始做的時候是 他基本上是我一個人 要帶著大家往前衝 可是到第二年 第三年之後發現 其實一個人是沒有能量的 需要很多人 就要一個團隊來進行 要一個團隊 對 現在實際中蘭園場 必須要有一些商品出來了 沒有錯 所以當然你們不僅是教學 或者真的要有商品 開始真的要晒眼了對不對 所以好像你有一套 自己的晒眼哲學 七個字而已 就說水 地 風 光 人 晒眼 這樣看我這件衣服有沒有 水 地 風 光 人 人 對 這就是晒眼的工具 水 地 風 光 人 晒眼 我好像說七個字你就會 我就可以晒眼了嗎 對 那我們就可以下課了這樣 不行老師你還是要分部講解 這樣也很簡單就是 第一個把海水引進來 讓它在土地上緩緩的流動 流動的過程呢 海風會吹 陽光會曬 那前面這四個是大自然的因素 但是重點是人 要能夠很認真去勞動 最後才會有人可以採收起來 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或者在我們生產我們的商品的時候 需要把這種人文的勞動 跟自然環境的因素 把它給結合在一起 來為我們的商品 或者為我們的活動做詮釋 所以像我這邊看到的 就是你們晒眼的一個產品對不對 基本上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那夏天是沒有辦法晒眼 因為夏天雨水很多 還有颱風對不對 通常差不多到10月底 11月的時候 開始會有第一批的眼出來 可是冬天日照比較短 溫度比較低 那海水蒸發到 進入結晶池大概要七到十天 才能夠結晶出來 它結晶速度比較慢 所以鹽的顆粒會比較結實 鹹分比較高 這種冬天的鹽我們稱為雙眼 如果到了春天 大概是農曆過年完之後 在這個時間 大概每天早上 那個陽光照射之後 海水上面會有一層薄薄的結晶 那這層結晶 因為它結晶可能就半天而已 很薄 那我們會把它撈起來 那這一層就是所謂的鹽花 以前鹽工他們只收粗鹽 像鹽花來講它在國外 好像在法國 它是所謂法國料理美食 常用的一個比較極品的 這樣的一種料理調味這樣子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春天的鹽跟冬天的鹽 它會有不同的食用 對 那我們希望能夠 把這種季節的鹽的概念 放在我們的商品裡面 你從原來是搖皮感的人 現在真的是捲起袖子 開始自己去實際的做鹽 晒鹽 那你現在重新再看鹽 跟布袋這塊土地 你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年 第三年的時候 我們下一年去使作 跟著老員工 整天早上進去 下午出發整個人 就都是泥土 都是水這樣子 那時候我才真正感受到 什麼叫做水地風光 只有自己的腳 踩在爛泥巴裡面 拔不出來的時候 才知道說原來 泥土是這個樣子 當我用手去去塗那個土花 那東西已經不是 文字去想像或描述 而是用身體直接去感受 去學習 所以像現在我們帶小朋友 進鹽田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鞋子脫掉 要讓小朋友打次腳 走過鹽田裡面的 軟一點的泥土 硬一點的泥土 去踩在水裡面 踩在硬硬的鹽巴上面 用手 用身體 去感覺到在鹽田裡面 所有的一切 而不只是鹽那個顆粒而已 但是我覺得一講到鹽田 你的夢想 理想的熱度就出現 而且你是滿勇於 去追求你夢想的 你個性中的浪漫分子 應該是很高的 而且這樣的人通常 你想要求變化的心 是會比較強烈 所以我相信你現在 一定有很多幫要推廣 故鄉文化的一些 樂子跟點子會出現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再回來聊 阿伯就看我們 用各式各樣不同的蔬果 來做雞尾茶 我們基本團放著 然後旁邊就放這些東西 讓它自己挑 目前正值秋葵的盛產期 蔡種喬一邊品嚐著 來自大地的生命力 一邊跟著友人 討論生態小旅行的各種構想 接著一行人走訪即將作為 活動體驗場所的秋葵田 但是你要記得 如果他們要來 就是全部 近年來 布袋嘴文化協會 從鹽田的環境教育出發 進一步結合許多 友善土地的夥伴 推出特色小旅行 除了參觀景點 還包含濃魚鹽體驗 充滿著濃厚的土地味及人味 既是生態業者 也是協會理事的邱金瑤 就是有著相同理念的重要成員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說 其實生態小旅行 小團體來 它對生態是有興趣的 這種的消費者 透過小旅行來食材這些生產者 讓生產者來面對生產者 然後生產者要經過 堅定去欣賞生產者 跟它打破 生產者就會更努力的 往這條路去走 這是一個很正向的活動 五六百公尺處 那個特別竹刀山 然後可能那一片 就是我們周蘭鹽廠的 就是前面這一片 一邊是廢鹽田 一邊是布袋港 蔡炯喬生殖自己 就跟布袋一樣 唯一不變的是不斷在改變 除了鹽田 他希望透過在地產業的串聯 真心誠意帶人體會變遷後的 美好與遺憾 而下一個堅持浪漫的對象 就是布袋真實館 家鄉文化事業版圖的輪廓 可說是越來越深刻 我們會學說 也沒有可能以中南鹽廠 做一個基地做一個平台 讓大家知道這個地方是有希望 它可以有未來性 所以布袋真實館是有一個基於 這樣的一個理念 我們希望就是帶動附近的農漁的產業 或是其他的產業 讓大家一起提升上來 所以我們透過布袋真實館 提了說把這些東西塑造以外 也是要來加這些生產者 好好地到達各地互動 讓他來參加共同來經營小旅行 真實館共同生產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就是要讓人看到他的價錢 我想問問總橋 如果要請你導覽布袋 有哪些景點你一定不會錯過 第一個當然一定是周蘭延長 那第二個 通常我會帶的都是屬於我自己私房景點 比方說其實我最喜歡帶的是 漁村小巷子 有一本小說叫做 千江遊水千江月 故事場景就是在 布袋的小漁村裡面 就是你只會大馬路 然後一個巷子彎進去 那個時空就直接跳回50年前這樣子 我們現在我們在辦兩天一夜小旅行 小旅行我們重點不在於觀光 而在於把人帶來 然後認識在地的農業跟漁業 所以他岩渡會拜訪漁溫 他會拜訪農田 他會到岩廠 然後他會到清禾玄北館 去體驗傳統的那個廟會文化 對 然後每一站每一站 他其實透過這安排設計裡面 讓來的旅人 可以認識真正在地的 所謂在地的食材 這是你們小旅行的一個特色 對 實在是我們 從去年裡到今年 我們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新的轉型 我們一個目標要去追求 一個概念叫做布袋真食館 就是真正的食物 對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協會 過去幾年所累積的這樣一個能量 然後可以把布袋最好的食材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的這一袋 無毒的水果 就都是布袋真食館 將來會推出的東西嗎 對 沒有錯 其實他們都是目前都是很優秀的生產者 那這些 它最基本的門檻叫做集圓埔 再上來一點可能是無毒 有些已經可以做到有機 那其實這邊每一樣產品 其實都有故事的 比方說像這個叫秋葵 可是為什麼會彎彎的 因為它只要被蟲釘了 然後它就會 就沒辦法長 它就會彎彎的 那蟲太多了 所以它在兩天前 就把整片秋葵田 就全部都耕除 耕除 因為它已經長不出 比較好看的秋葵了 所以不用要 它就會面對到這個情況 像我們的農民跟漁民 他們會在漁溫旁邊 或在農田旁邊的空地 會種什麼 會種金粿跟種南粿 南粿 這種粿它其實就很好長 它都不會用 因為它自己吃的嘛 就不會用藥 所以這邊很大的一顆南粿 就都是那個農田旁邊的 我們從美農場的美竹節 他就去收集了幾個 漁民朋友的冬瓜 然後他自己把它熬成冬瓜磚 它裡面就是只有冬瓜跟砂糖 然後要熬四個小時 然後它是用柴火慢慢去熬 用柴火這樣很費工 對 有一次他兒子不小心 把一塊火鍋的木頭塞進去 然後他回家的時候 我冬瓜竟然有那個火鍋的香味 番茄 小番茄它基本上是在冬季 那這時候是沒有的 這是今年推出的新品種 他說愛女 是在布袋那邊才有嗎 對 因為小番茄都是種在溫室裡面 那溫室通常在四五月收完之後 那農門就會利用溫室 他會來種什麼 會種小黃瓜 種別的 對 然後會種像這個美農櫃 種的是食材的食用 都要當季 當季的蔬果 其實都是最新鮮最好吃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希望 把旅客帶到這個現場之後 他其實都可以現場體驗 他可以自己去摘小黃瓜 還可以去摘秋葵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推廣那個 那個無毒 無毒米的種子 那就會帶他們去農田裡面 去實際體驗一下 對 那一年因為基本上那個 像插秧或者是收割 如果時間安排得好 我們也會安排小朋友 或者是旅客 旅人可以去 哇 所以你們那邊真的是 一個大自然的教室 其實台灣到處都是 就是有人 只要有人去運氣做這件事情 然後把一個小鄉鎮 給能夠串聯起來 這就是我們在推 布袋真食館這個概念 我們想要做的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用 兩三年的時間 把這個平台 給慢慢給建立起來 因為你已經看到三年之後 你希望達到一個 什麼樣子的目標 或是一個成果 所以你對周南演廠 一個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永續發展 它其實是需要 很多勇氣的這樣子 那我們從一開始是透過 公部門的補助打底 然後從NGO 然後過渡到NPO 開始有盈利 然後下一步我們會希望 炒社會企業 這個方向來努力 不只是我們賺錢 會讓我們這些農漁民 都可以跟著 一起獲利 獲利 對 然後協會 可以透過這樣的獲利 外面可以自給自足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可以去做更有意義 或者更有趣更好玩的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 久喬來到節目中 我覺得你很幸運 可以跟一群你很喜歡的人 至少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也讓你身上看到的照 是一個滿沉重的 一個文化使命 可是這個文化使命 感覺因為你 而變得樂趣無窮了 今天非常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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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伯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